三十多年前回花蓮巡哥的姻缘 让当时儿子被倒在的慈祭志工 郑玉凤放下了 心放宽了 接着确实病魔的考验 我找到乳癌后 化疗时我的位置都没问题 就是说你来的街上 你也是要去生死 不想要来怎么安抹 没法导致 尽量可以做就这样做而已 玉凤丝姐所烹调的餐点 有一股特殊的妈妈味 所以大爱的小孩都很喜欢 尽管罹患癌症 但持继各项事物 七十三岁的郑玉凤 依旧勇于承担 秉执上人的尊尊教诲 郑玉凤永因元官看待逆境 亲安自在 大安新闻 珍善宇志工 高雄综合报道